以往我們收錶的時候 就算是全新錶 都試過努力時的logo 真的偏歪了 對於不少香港人來說 名錶除了是身份象徵之外 也是投資產品之一 有人會去到專門店買錶 也會有人去到中錶行入手 到底主要出售全新錶的中錶行 他們日常運作是怎樣的呢 我們都知道 坊間上人們說轉售手錶 例如努力士 就要很重要的證書是必不可笑 為何會這樣呢 想看觸本版? 立刻開進來看吧